煎蜂黄花鱼,鱼肉鲜味滑嫩,皮香脆,配上醬汁,很好吃。 據聞在香港,一間高級酒樓吃一條幾磅的野生大黃花鱼, 竟然要付萬多港幣,自己煎蜂黄花鱼,耳造美味,吃著條魚就覺得很幸福。 首先請大家訂閱這個頻道,分享、點讚和按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下期美食視頻。 材料有冰鮮黃花魚、薑蔥、紅蘿蔔和煎蜂醬汁的材料, 詳情請看視頻下方的info box。 黃花魚完全解冰了之後, 在魚的兩邊、側邊、尾部和頭部都需要打鱗的。 打完鱗之後就沖洗一下條魚。 你見到它的筷子, 這裡有一個位置, 通常我就剪開它。 這裡就剪開它, 將筷子拿出來。 要開一刀, 即是在肚子上。 黃花魚的肉是比較軟的, 比較軟的, 是容易開的。 春可以拿出來, 這個就是可以吃的。 我們可以沾香它來吃, 也可以蒸來吃。 魚春洗淨了之後, 可以用薑絲紹酒蒸熟, 加上熟油和蒸魚豉油, 就可以享用了。 但我這裡就不會做示範了。 有些腸, 我們都不要它, 要把它裡面的內臟清理得很乾淨才行。 有些是脂肪, 你可以保持。 這條是最重要處理的, 就是我通常用刀, 把它割幾下, 就是魚的血線, 把它處理走它。 因為這個就是腥味的來源。 然後用清水把血線, 魚頭裡面, 啡色紅色和黑色的東西都沖洗乾淨。 將魚頭裡面清洗乾淨, 盡量除去黑色的東西。 魚頭和魚身之間的內臟也要清理乾淨。 然後把它打開了。 你看到, 血線是完全要清理得非常乾淨。 這樣才可以的。 其他魚都是可以這樣湯。 然後就用廚房紙, 將魚身和魚頭內外, 以及魚頭都沒乾淨, 以除去魚的腥味。 要將魚, 切它三刀, 等它用一點煎。 這邊我們也是這樣做。 用廚房紙抹去釋出的水分。 魚裡面它自己會出水, 所以我們又要再抹一抹乾它。 魚的每一邊, 灑上百分一茶匙的幼鹽。 魚內腔也灑上百分一茶匙的幼鹽。 讓魚是有一點的底味。 將薑去皮洗淨, 切成薄片, 然後切成柚絲。 將蔥去頭洗淨, 切成蔥段。 做這個煎鋒醬汁, 在一碗裡面就加入了兩湯匙的低鹽生抽, 加入一湯匙的糖, 加入一茶匙的蠔油。 四分一茶匙的胡椒粉, 一茶匙的芽油。 攪拌均勻,備用。 三條紅蘿蔔, 去皮洗淨, 切成紅蘿蔔片。 魚很大, 因爲, 所以我唯有一開為二, 以爲, 放不到在鍋裡。 平底鍋已經燒熱了, 非常之熱, 煎魚一定要這麼熱, 然後我們大概, 就放兩湯匙的油進去。 這樣就將鑊, 攪拌均勻。 這樣我們就將魚放進去。 這邊放進魚。 有些空位, 我們就放些紅蘿蔔, 下去的。 是防止鑊, 要做到意義。 每一邊, 煎到金黃色, 大概都要煎三兩分鐘。 煎了兩分鐘。 輕輕移動, 就等它, 肯定皮不會黏黃。 第一面煎了大約三分鐘。 這樣就將魚反到另一邊。 很漂亮。 就將魚身, 就放在最大的火位。 魚腿也反散了。 魚腿也不錯。 將紅蘿蔔片也反到另一邊。 油不是太夠, 加入一湯匙的油。 這邊又用大火煎了三分半鐘。 再煎一分鐘。 就可以拿起魚的了。 油也都倒起了, 差不多了。 剩下很少。 煎豐魚的豉油, 就倒進鑊裡。 我還未開爐, 因為它還有餘溫。 所以不用開爐也行。 煎豐魚的豉油。 煎豐魚的豉油。 再加上漿。 再加上漿。 它有餘溫, 所以不用開爐也可以。 都炒一下。 加大約兩湯匙的冷水。 這樣我們就可以開火, 把它煮一煮。 兩私餘溫, 再煮一一煮, 再煮一小便, 全都加進去 刀炒一下 加充電後放進去 然後將魚放進去 煎風20-25秒 翻到另一邊 好美 翻到另一邊 煎了大概20-25秒 我們就可以上碟了 煎風黃花魚魚肉多汁鮮嫩 皮香脆醬汁很好吃 在外面吃黃花魚價錢不便宜 自己做就很容易 香甜鮮味非常好吃 極度推介